第四章 保羅不傳自己 只傳基督 我們既然蒙年吻 受了者積憤 就不喪膽 乃將那些暗媚可恥的事 弃絕了 不行詭詐 不謬講上帝的道理 只將真理表明出來 好在上帝面前 把自己賤予各人的良心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 被這世界的神弄核了心眼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 乃是全基督耶穌為主 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伯人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上帝 已經照在我們心裡 叫我們得知上帝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雅器裏 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 是出於上帝 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四面受的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自失望 造迫白 卻不被凋棄 打倒了 卻不自死亡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 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 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 顯明出來 這樣看來 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 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但我們既有信心 正如經上記著說 我恩信 所以如此說話 我們也信 所以也說話 自己知道 那叫主耶穌復活的 也必叫我們 與耶穌一同復活 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他面前 凡事都是為你們 好叫恩惠 恩人多 越法加憎 感謝格外顯多 以照榮耀歸於上帝 外體毀壞 內心日身 所以 我們不喪膽 外體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 身似一天 我們這致暫 致興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 極重無比 永遠的榮耀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 乃是顧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 所不見的是永遠的